2015年4月13号百格时事为你整理个家评论 首先是光明日报标题是 不选不要穿名牌 光明日报破墨专栏作者周秀慧写道 搞政治的人都明白 再也没有比透过网络 丑化或羞辱对手更有效的工具 同时也因为网络的便利 政治人物或其家庭成员的生活也就无所顿行 于是政治人物跟随一起到欧洲度假 再隐秘照片还是会流传到网上 正要夫人提什么名牌手带 网民上网一查马上便知 不长带什么名表 价格比一比 网民马上心中有数 当然有能力穿名牌 带名表固然没错 但是民主政治不是贵族政治 所以政治人物才要在各种大小场合 强调与民同在 可是如果一方面要走平民路线 一方面又穿戴奢华名牌 则显得虚伪 如果不习惯不戴表 更穿不下平价衣服 戴不了平价手表 那就赶紧立法规定 所有部长官员及其近亲 对外公布他们的财产 这样一来 别说穿名牌 戴名表 就是买更多奢侈品 或让家人投资多几家公司 也不会让人产生无限的联想 接着我们来看新洲日报标题是 常态 丑态 理所当然 庭中成了常态 睡觉成了丑态 家境成了理所当然 新洲日报的洛尤索斯专案作者林明华 就是这样形容过去的国会 庭中三次开会开到凌晨 这些法案修正案真的都有他们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吗 当马航班机遭遇灾难性意外 以及既然当周遭遇百年大水灾时 我们的国会没有漏夜庭中开会 但为了议员的津贴 能够疯狂增加25%至146% 国会竟然可以开到凌晨3点钟 议员加薪问题 真的比处理灾难事件来得更为急迫吗 说好的以民为本呢 说好的人民是老板呢 其实人民并非反对国会议员加薪 因为议员也要养养家 但涨幅如此之高 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再说有几位议员 值得他们拿这么高的薪金